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做要算的 這個第一題08不用算嘛 看點點做什麼運動 這個就要算 打點計時器 間隔1.20秒 然後給了我每一段之間的距離 這就是所謂的減第一次 這就是所謂我剛剛講減兩次的減了第一次 減了第一次 它的距離 然後就可以算出速度 所以它就先讓你算速度 就跟我們前面的做法一樣 你先算出兩個相鄰的速度 然後就除以同樣的時間間隔 就可以算加速度 那第一個就是問平均速度 這我就前面講過的是嘛 間隔是1.20秒 那A到B的多少 可是這裡有個小事情要注意 我已經提醒你了 有一個小事情你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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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應該換的叫做可愛小女生嗎 可愛小女生嗎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12號有嗎 12號 你的答案 對不起 0.2 你說0.2嗎 請坐下 很簡單 平均速度就是花多少時間走多大位移 DELTA T DELTA V DELTA X DELTA X 然後呢已經把X算給你 DELA算給你1公分 然後1公分 那除以20分之1秒 答案就20 剛才跟你講有個小事情要注意什麼事情 單位 你算出來是每秒20公分 他答案問的是每秒幾公尺 所以換成0.2 所以說有個小事要注意 注意單位問題 那就0.2 很好 那同理 BC之間呢 BC之間限格 平均速度多少 平均速度多少 來帥哥男 22 哈哈哈哈 哪幾 你再晃嗎 平均速度 5 5 4 3 2 1 0.6 1秒 0.6 0.6公尺 1秒 你的念法非常奇怪 1秒0.6公尺 跟剛才一樣 Data T Data X Data X Data X給我了 3公分 Data T一樣 20分之1秒 然後換出來是每秒60公分 換成公尺是每秒0.6公尺 然後再多做一個所謂的C珠 要算平均加速度 不需要再算出C珠 有AB跟BC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用AB跟C珠去做 你就有兩個時間間隔 就不是一個Data T 就是兩個Data T 就是有兩個Data T的意思 OK 好 來 C珠之間的 平均 平均 速度多少 現在換女生 對嗎 6號 1 請坐 好 來 就是跟剛才一樣 Data T Data X C珠是5公分 時間20分之1秒 每秒100公分 所以每秒1公尺 結束 最後就問你加速度 剛剛跟你講過了 Data T Data V 找到兩個速度去除時間 如果你是相鄰的 比如說AB跟BC相鄰的 它的時間間隔 就是 表上的時間間隔 二十分之1秒 如果你取的是AB跟C珠 你跳了一個 你就有兩個時間間隔 你就有兩個時間間隔 然後反正就是帶進去Data T Data V 就可以做出來了 好 然後呢 就解決掉它 多少咧 該換男生 二十九 沒有 沒有二十九 三十五 應該也沒有三五 二三 零點二五 零點二五 請坐 零點二五 一個是零點二 一個是零點六 Delta T Delta V 兩個速度相減 零點六 減零點二 時間呢 Delta T呢 就是相鄰 就是打點計時器 上面的是間隔幾秒 Delta T就是幾秒 所以呢 相減 相減 然後 意思 所以是八 所以是八 OK 你如果 剛剛講過了 你如果去取的是 AB跟C珠 你取的是AB跟C珠 那你的一個是一 然後減掉一個零點二 時間間隔 你就兩個間隔了 你就要二乘以二十分之一秒 所以這邊會變成零點八 這邊會變成十分之一 就是零點一 所以答案還是一樣八 差別是它在這裡的Delta T 你取相鄰的 就是那個時間間隔 你多跳一個就變兩倍 多跳兩個就變成三倍 這我剛剛已經跟你講過很多次了 就這樣就做 就可以做出來了 所以答案是八公尺秒平方 就這樣子 這要做 給我數字 然後你就可以算出來加速度 跟前面的表格的意思基本上一樣 只是現在變成一個圖形 那都是打點計時器 有相同的時間間隔 做法也是一樣的 有問題了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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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谢谢大家